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跟谁大小生呢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怎么打人啊 怎么 趁我爸不在想造反啊 行不行 我分分钟开了你 干嘛呢 总监 我还有写方案呢 还写什么 惹到了我 你以为你方案能写得清净吗 但是 今天下午要招啊 我还没有保存 这是你自己的问题 呀 我鞋带散了 帮我系上 啊 这 你自己有手有脚的 凭什么让别人给你系鞋带啊 你是个什么东西 敢来管我的事 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别不知好歹 信不信 我分分钟开了你 原来贵公司的作风就是这样啊 知识鞋道了 你在那办法什么呢 我系一个鞋带磨磨叽叽的 我教育我自己的人 还需要你在这吃吃点点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算个什么东西 看看不就知道了 项目书 诶 大小姐 听说周总今天会派人来谈这次项目的价格了 有 原来是个跑腿的呀 既然是跑腿的 那就做好跑腿该做的事情 我只是看不惯而已 你看不惯 你看不惯什么呀 我看不惯一些垃圾的领导 做一些龌龊的事 你说谁垃圾呢 你才垃圾 你全家都是垃圾 既然这样 那我觉得这个合作更没必要的 站住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这事还轮得到你做住 那你想怎么样 回去告诉你们周总 这次合作必须得谈 而且是用最低的价格谈 所以说 这就是你们公司的态度 你能代表你们公司吗 我可是公司的大小姐 我爸是董事长 实相的话就把我的话回去转达给你们周总 听到了吗 跑腿的 我又是不同意了 不同意 还有我的手 大集团的人派人到我们这打人了 大家快看呐 你威胁我做什么 我又做不了主 况且我们公司这么多人看着呢 对啊 你也知道这是我们公司 你觉得他们会站在你这边吗 你觉得呢 我 你呢 我觉得你不应该是大小姐 应该是姑奶奶才对 嗯 算你实相 要给你姑奶奶我道歉吗 说你胖 你才喘上了 真不知道陈总 怎么生你这么个败见玩意 你们算个什么东西敢笑我 信不信 我马上看了你们 开除就开除 谁怕谁啊 就是 人家只是来谈合作的 你就这么侮辱人家 太过分了吧 公司迟走的 走逼 对 用不着你开除 我们自己走 好啊你们 你们自己辞职 扣三个倍公司 另外 我还会在档案上写 严重损害公司利益 我看以后 哪家公司敢路由你们 我还是从这里主动离职的员工 我双倍公司路由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那都是个跑腿的而已 敢说这种大话 回去问问你爸 就知道我算什么东西了 哼 还问我爸 喂 女儿啊 周总今天亲自过来感谢我 我看到了吗 你是周总 怎么 怎么了 不想在这儿干的 马上跟我走 我保证不会亏待他家 我跟你说 早点想在这儿干 哎 算我一个 你 你们 你们站住 我看 这合同 没必要 别 别撕啊 说我永远不识泰山 周总 不错了 周总 那 听你的 好 好啊 谢谢周总 你算个什么东西 看你真正好 我是周总 我来讨论 跟我说